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啊 我知道是我把它采葬了 如果有机会你要我陪你多少人都行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 没有它我连叫都行 谢谢你 救我 你还记着呢 没什么小事 这么多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等我 不好意思 我打扰你了 真的太感谢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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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明 要請金獎獲得者沈悠悠 又是她 那麼正如徐主席所言 我們的沈悠悠小姐 將會用別出心裁的方式 來表達她此刻獲獎的心情 讓我們再次致以熱烈的掌聲 師哥 你們認識啊 師哥 你們認識啊 謝謝沈小姐 那麼悠悠小姐 已經以她自己的方式 表達了此時此刻的心情 這幅畫非常的美麗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從這幅畫當中 解讀出她與眾不同的含義 讓我們再一次表示感謝 沈悠悠小姐 你能具體說一下 這幅畫的意思嗎 您是否以後 就走創作路線了 還是以翅膀為主呢 請回答一下吧 師姐 回答一下吧 視頻剪輯放你去了 視頻剪輯放你去了 師哥 這麼年輕就獲得了這樣 馬上就到了 而且看你的履歷 並不是出自任何名向 請問你是自學成才嗎 沈小姐 麻煩你回答一下 沈小姐 你為什麼不說話呀 回答一下吧 好 謝謝大家 接下來呢 我們的主辦方 為沈悠悠小姐 準備了一段 很特殊的視頻 請看 記者同志 這是我悠悠小時候的照片 我特別感謝大家 喜歡我女兒悠悠的作品 我真的非常高興 我們家女兒悠悠 從小就特別用功 她除了讀書以外 就是畫畫 她從來沒有讓我操過心 這一張 這一張 是悠悠三歲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了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了 那時候悠悠好可愛 她老是叫我媽媽媽媽 每天叫個不提 可是我這人好粗心啊 她有一段時間 有三個星期發著滴燒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後來 後來 後來我就再也沒聽到她 媽媽媽媽了 自從三歲以後 我們家悠悠 就再也聽不見了 沒想到吧 但這小孩子不知道怎麼回事 她天生就有那股勁 她從來沒有好像退縮 她從小就開始學手語 學淳語 她總是這樣 很頑強 跟正常人沒什麼區別 她也不希望人家看不上她 她希望自己 完全跟正常人一樣 媽媽為你今天的成就 感到高興 太驕傲了 這麼多年來 媽媽希望 你這是非常地內疚 是媽媽對不起你 悠悠 媽媽有你這麼一個女兒 我感到太高興了 太驕傲了 你 是最棒的 柳小姐 請問你真的是無謂人嗎 是 請問一下 是啊 是啊 請檢視一下吧 怪不得你不說 我家喊人的事 是啊 說上吧 檢視一下吧 走啊 小姐 柳小姐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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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柳 柳柳 我已經和徐主席說好了 不要說出我是聾雅人 可他們為什麼要放出這樣的視頻 你跟他們說好了 那 那 那我 媽媽 你為什麼 要接受他們的採訪呢 我不知道他們 他們會這麼安排啊 媽媽 我知道 你是為了我好 可這樣 真正傷害到的是我呀 我怎麼那麼傻呀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去跟這些記者亂說 媽媽對不起 對不起 媽媽 這件事情不怪你 怪他們 也怪我自己 太輕易相信別人了